男孩半夜突然听到墙壁里发出奇怪的敲击声 他好奇地扒开卧室的墙纸 竟发现里面暗藏着一个深邃诡异的洞 自打这天气 他总能在半夜听到墙里传来敲击声 每次敲击的节奏都很有规律 好像是在试图告诉他什么 经过三番五次的被怪声骚扰 男孩害怕地把这个诡异事件告诉了妈妈 因为他怀疑墙里面可能藏着一个人 妈妈却说他只是做了噩梦 一切都只是他的幻觉而已 妈妈这么一说 男孩一时间也分不清到底是真是假 只是每到夜晚恐惧感就油然而生 他再也不敢关灯睡觉了 直到这天半夜怪声再次传来 让男孩确定他听到的声音都是真的 父亲闻声赶来 把脸凑在墙面仔细听了半天也没听到任何声音 所以爸爸也认为这是儿子的幻觉 男孩只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爸妈都这么不相信自己 他再三表示自己真的听到了敲击声 于是父亲为了安慰儿子 找来一堆老鼠要撒在地上 并告诉儿子你就把你听到的声音当成是老鼠在作祟 父亲的强行解释搞得男孩一头雾水 他觉得父母一定是刻意隐瞒着什么秘密 隔天半夜男孩睡得这么熟 墙壁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想要迫不及待的用户了 紧接着男孩再次被敲击声吵醒 而这次他竟然听到有人说话了 里面传来一个女孩悠长又空灵的声音 女孩自称是男孩的姐姐 并表示自己被父母封闭在岸墙已经八年之久 男孩问他为什么会被爸妈关在这里 姐姐说在八年前的一个万圣节 他亲眼目睹爸妈杀死了一个上门讨要糖果的小女孩 结果却被爸妈发现 爸妈怕自己会去告发他们 所以从那天起就把他封闭在这里 当时的男孩还在妈妈肚子里 这些年他一直在等着男孩长大 因为只有男孩才能帮助他从这里走出去 男孩听后自然不可能轻易相信 他不相信爸妈是个杀人犯 更不相信他们会对亲生女儿下毒手 姐姐说如果你不信可以去挖开后院看看 因为爸妈杀死的女孩尸体就被埋在那里 为了弄清真相 男孩拿着铁锹来到后院 接下来的一目镜真的把他吓傻了 男孩在自家后院挖出一具五岁女孩的尸骨 原来正如姐姐所说 自己的父母真的是杀人犯 从这一刻开始他决定相信被封闭在墙里的姐姐 并决定想办法帮助他逃出来 他在课堂上画了一幅诡异的画 一间黑暗的房子里困着一个孩子 上面写着救救我 老师看到后怀疑男孩遭到了家庭暴力在向他求救 于是当天就来到男孩家进行家访 当妈妈看到这幅画实脸色大变 竟直接将老师拒之门外 然后拿着画去质问男孩 看到妈妈一反常态 男孩终于忍不住回击了妈妈 这只是我随便画的一幅恐怖图而已 你干嘛那么敏感 妈妈的躲闪也让男孩更加确信姐姐所说的真相 从那开始姐弟俩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男孩因为在学校总被一个男同学欺负 姐姐居然教唆他勇敢地将那个同学置于死地 第二天被姐姐洗脑的男孩就狠心将同学推下楼梯 摔成了终身残疾 男孩也因此被学校开除 当晚爸妈一怒之下将男孩关进一个黑暗封闭的地下仓库 让他在这里好好反思 认识不到错误就永远不要出来 爸妈走后男孩哭了 不是因为害怕黑暗 而是他联想到了姐姐被关禁闭时的样子 父母大概也像刚才一样冷漠无情 在地窖中男孩发现一根铁链 他顺着铁链拽开了一个更深的地窖 天知道父母究竟隐瞒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直关心着男孩的班主任上次家访失败 他决定再去一次 结果刚进门就看到男孩父亲手握大锤 胳膊上还流着鲜血 他属实是被家里的诡异氛围吓得不轻 即便他再三请求 夫妻俩都拒绝让他见儿子 还说儿子出去玩了并不在家 可紧接着地窖里的男孩就听到了班主任的声音 他不停地敲击墙壁试图引起老师的注意 老师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起身就要去找男孩 离开男孩家后老师惊魂未定 他觉得自己像是刚从狼窝里侥幸逃出来 为了保命 他决定以后都不再管男孩的事了 不久后男孩也被放了出来 当晚他睡觉时 房门诡异地自动打开 紧接着一个白影飘过 然后父亲站在走廊对自己咬牙切齿 虽然只是一场噩梦 但父母在男孩心中的邪恶形象彻底焊死了 他决定杀死父母 救出姐姐后和姐姐一起远走高飞 男人吃饭时突然发现今天的粥味道不太对劲 看着儿子碗里的粥一口没动 而他和妻子早已把大半碗吃进了肚里 他这才意识到儿子可能下毒了 博美赶紧拿起电话准备叫救护车 却发现电话线居然被儿子剪断 紧接着泰迪一口老血喷射而出 博美因为吃得比较晚要笑还没发作 他拿起菜刀朝着二楼冲了过去 拼尽最后一口老命阻止儿子救出姐姐 结果反被儿子一脚踹下了楼梯 博美就这么意外用刀自己杀死了自己 他临死前用最后的力气叮嘱儿子 千万不要把那个恶魔放出来 可男孩早就被姐姐洗脑 不然也不会对父母下死手 他按照姐姐的指示拆毁了家里的时钟 背后隐藏着一个狗洞 他用钥匙将暗门打开 然而从里面出来的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姐姐 而是一个诡异的生物 男孩吓得躲在了床下 姐姐拖着那十几年没洗过的长发 爬到了男孩床上 对男孩说出了真相 原来姐姐一出生就是个相貌丑陋的怪物 在一次次伤害了他人后 爸妈终于忍无可忍才将他封闭在了墙里 后院的那个女孩尸体 其实就是姐姐亲口咬死的 只是父母为了帮他逃避责任 才把尸体偷偷埋了起来 这么多年他在黑暗中饱受折磨 还要眼看着父母对弟弟悉心呵护 这与对他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 他带着妒忌与愤怒在墙壁之中 早已化身为真正的恶魔 男孩十分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原来他费尽心思就出来的 竟是个可怕的杀人魔 可姐姐却对弟弟说我们流着相同的血 就注定是一样的人 你不是也一样杀死了我们的父母吗 最终姐姐无情地将弟弟反锁进了墙壁 从此姐弟俩生活调换 留弟弟在墙壁里忍受黑暗自食欺果 姐姐在外边为非作打祸乱人间